时代在变,没有东西永远保持不变,但是,有一样东西无论经过多少时间,永远都不会改变,那便是爱。通常当我们告别时,我们很确定我们会再次相见,但是在二战期间拍摄的下面这些照片,很多人却成了最后的相见,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组,也许再也不见的最后相见的照片。 图围1950年9月6日,洛杉矶军人赴朝鲜参加战争时,妻子与丈夫的再见吻,林图围1945年美国士兵他英国的女友在海德公园与接吻,图围1963年美国士兵在调集到埃及之前,在传商与妻子的最后吻别,图围1945年水手在纽约时代广场接吻护士,这个标志性的照片, 代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,图围一位年轻女子在1945年康尼亚迪格州火车站,拥抱和接吻穿制服的美国士兵时抬起她的脚,图围1943年4月在告别纽约的宾州车站出发的部队,图围1940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回来的英国士兵, 一名女子靠近栏杆,亲吻一名英国士兵,图围1945Jean Muir跪下,并亲吻她的未婚夫,轮椅束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老兵Ralf Neto,图围一名士兵从20世纪40年代的战争中回家,图围在离别的火车站,妻子与丈夫的吻别,他们有的这是他们与亲人最后一次见面了, 图围1943年4月在纽约宾州车站,妻子与丈夫的分别,图围1935年士兵从埃及出发,他们从窗户亲吻别他们的爱人,图围1945年英国空中交通服务和第八空军中是,享受一个幸福的吻,图围1937年英国士兵向他们的妻子说再见,因为他们准备去埃及前线,图围1945年水手 倾斜在一个尖庄离炸,并且娶其他的女朋友亲吻,图围1943年4月在纽约宾州车站告别的军人,图围1939年为一英国士兵在离开前线时与妻子在耳边的悄悄话,图围1943年来自美国密西西比州陆军飞行学校的学员离别的派对,图围1922年美国士兵在乘火车出发前温柔的亲吻他的女朋友,图围1942年美国士兵在乘火车出发前温柔的亲吻他的女朋友,图围1942年美国士兵在乘火车出发前温柔 图围20世纪40年代一位年轻的女子,在穿着溜冰鞋和他的士兵男友在做道别,战争对于任何参与的国家都会灾难,有的家为此家破人亡付出沉重的代价,希望世界一直处于和平、繁荣中。